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內房股風暴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跌了75點 收報23235點 成交與昨天差不多 今天是116、7億,昨天是117、1億 差不多 今天講股去看恆新指數 跌幅不算多,可以說是輕微 但是市場之中,不乏很多股份 是比較大的跌幅 其中一個焦點的板塊就是內房股 內房股今天出現風暴 不過未講內房股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件事 昨天說渣打市值大過匯豐是錯的 錯就要認 昨天因為看錯了太多零 其實渣打應該是一千零幾億的市值 不是說大過匯豐 昨天說了一萬零幾億 不好意思 現在改正這個數字 就是匯豐才是大過渣打幾倍的 希望大家不要搞錯 我搞錯 多謝一些網民、葉芯通知我 說回今天正式的題目 就是說 內房股今天出現一個挺大的風暴 事緣就是 昨晚 恆大在網上或市場中的流傳 就是說 不太行 傳出這個說 國資委叫國企審視和恆大的業務關係 擔心恆大資金斷裂 所以今天 恆大股價跌了9% 拖累恆子和國子下跌 我們先看恆子和國子的走勢圖 好了 恆子的走勢圖 今天最低23124 23124 上升裂口底部是23089 都差不多到 我相信 補上升裂口 是會完全補了 23000關 有機會是考驗的 國企指數 不單止補上升裂口 早前已經跌至5月25日的低位 9306 也都被跌穿了 今天收市價是9302 跌穿了低位 今天最低是9274 所以 有機會繼續是一浪低於一浪向下沉 當然 跌了這麼久之後 會不會跌速減慢一些 有機會會減慢一些 但不要這麼快相信 已經跌完了 因為還在十級以下的階段 十級以下 一個一個板塊出現一些問題 初初大家很害怕科技股 科技股不是不跌 今天恆新科技指數跌1.9% 但相對來說 反而不是焦點 因為這次科技股是很有盈利支持的 現在內銀股跌了 或者銀行股風暴 昨天說了 就擔心一些懷賬問題 懷賬 懷賬 擔心到內房股的懷賬問題 內房股 就一隻一隻 負債高的 特別是收到股額比較大 所以一級級 在這些形勢未明朗化之前 就不要這麼輕易說 市已經跌完 國企股是弱過恆指的 因為現在來看 大部分內銀 或者內房那些跌得又多過恆指的成份股 所以就弱過恆指 我們再看看 就是個別的內房股 究竟走勢或者前景是怎樣 最重要的是 今天的主角恆大 恆大來看 事後恐明 當然你說 你現在這樣畫出來當然 但是大家知道 如果少許技術分析都明白 這條是上升軌 那時候上升軌 抽過上去 列口下跌下來 這裏已經發出警號 然後一浪低於一浪的走勢 就是早已告訴大家 有些問題 是不是 有些問題 這個15.16元 這個底一跌穿 現在跌勢比較急 但是它還未回到什麼 不要以為13.78元 跌了很多 但是你不要忘記 3月份的時候 9.49元 上升 即是說 還有幾成 都未去到3月的低位 不要忘記內銀股 很多已經跌破了那些3月低位 昨天給大家看過那些圖 所以內房股 如果這些重災區 那些來講 是回去3月的位 甚至跌穿的可能性都存在 特別是這隻 即是封眼那隻 不過今天 市傳 就是說 大樓的御用證券商 都力撐行大 正買入1億元 這是市傳的 所以沒有辦法證實 傳聞是這樣 看看是否撐得住 你見得到今天 如果要跌9點幾個巴仙 即是近一成 大成交這樣跌 好像還未撐得住 所以大家不要輕易 即是說 已經是跌完了 現在非都在跌的格局 不要輕然撈底 當然不是每隻內房股 都是這樣走勢 我們再看下去 今天跌幅比較大 那幾隻 找了出來給大家看看 但由於香港有幾十隻內房股 沒有辦法分析 我們看幾隻 即是焦點一點的 第二隻是雅居樂 雅居樂 今天剛剛跌穿10元 收報9.93元 跌了6.7% 上升軌是今天才跌穿的 如果你看這裡 本來有個上升列口上去 一直它現在回落 都是沒有跌穿 今天跌穿了 收在這個上升列口之下 跌穿上升軌 跌穿上升軌 今天是一個訊號 應該要減遲要走的訊號 你說這隻和恆大的分別是什麼 現在剛剛這隻跌 這隻快點走 如果還拿著 就不要那麼快摺貨 跌穿上升軌 下一級的支持 九元 九元邊這些 要下去 為什麼九元邊 之前升上來 這裡大概到九元就升不上 阻力 升穿了 然後回號 又阻力變支持 所以九元是重要的關係 九到九元一成 我守住 不要緊 如果你是低位買上來 當然可以 如果你是高位的 我建議都是先走了 今天就發出一個轉勢的訊號 另外一隻 都是跌超過5%的 就是佳兆葉 佳兆葉這隻股 就一直升上來之後 今天 短線的要走 因為這個短期上升軌跌穿了 跌穿了 跌穿了短期上升軌 它今天 這裡有一個密集區的底部 8月28號低位 是3.76元 3.76元 今天 最低的時候 就是3.76元 還未跌穿 短線的 仍然都應該要走 如果你是3.76元 應該作為中線的出貨位 作為中線出貨位 如果收在3.76元之下 那就應該 連中線都要減持 都不需要等這條上升軌 就是下面這條上升軌 因為都不相差很多 再說一次 短線的上升軌跌穿了 這個是一個圓頂滑落泥 或者你當它一個雙頂都可以 正式跌穿了頸線位 就是9月9日低位 4.04元 昨天 昨天 都還未跌穿 昨天最低4.07元 4.07元 未跌穿 今天跌穿了 上升軌跌穿了 雙頂頸線跌穿了 所以今天短線應該要走 今天最低位3.76元 但是如果收在3.76元之下 都是要走 清楚明白 好了 融創中國 你看到這隻股 都不用我多說 上升軌 其實爆上去之後 都沒有什麼爆過 是不是 根本就是弱勢股 這條上升軌 在最近9月的時候跌穿了 這條這麼平的上升軌 都要跌穿的話 就真的弱了 剛才也說恆大 3月的低位9.49元 現在仍然是13.5元 你仍然比這個多了三成左右 哇 融創 今天28.95元 當日的低位 都只不過是27.52元 27.52元 和28.95元 相差 只是幾個百分之下 很弱 這股股應該是什麼 小心它會破底 3月份的低位都會有機會跌破 就是因為都是擔心債務問題 債務重的問題 所以它不同的佳兆業 不同的雅居樂 雅居樂 雅居樂的佳兆業 那些仍然是頂位 剛剛開始跌的 那些是短線要走 中線看著 這些不用說 其實根本就是中長線都應該要走 就是很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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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碰它 不要買它 再說一次 很弱很弱很弱 重要的事情要說三次 就不要碰它 不要買它 好 中國奧元 又是 這個你都見得到 是個平平底的 又是九月份 連條這麼平的 上升軌都跌穿了 這個還做了一個 九月十五日做了一個後抽給你看 後抽回去 升不穿條上升軌 確認要下跌 今天跌穿了 又是 今天你看看 收7.58 和三月份的低位 三月份低位6.71 相差又不多 十幾個巴仙 十個巴仙 都是弱 7.58 你看這裏的低位7.62 5月28日低位7.62 今天收市位是7.58 之前五月份的低位7.62 即是跌穿了 收市位跌穿了 這裏的橫行區底部 所以今天轉又是很弱 這些股 都是重要的說話 說三次 好弱好弱好弱 都是不要碰它 不要摺它 不要想著現在跌很多 好準 好正著 起碼內房股都不是這一堆 剛才譬如說 華雅居樂街市都好些 因為那些高位剛剛下降 都是強勢的 好了 花樣年今天跌4.7% 又是九月份跌穿 這隻都叫高些 但是建議都是走的 都是走的 因為整體板塊都是弱 不過你說 我中線上來 是不是可以駕駛 我見你如果這一隻 起碼短線 即是說 如果你遲貨 有兩柱的 走一柱先 清楚明白 走一柱先 有其他那些 沒有跌得那麼多 今天沒有跌得那麼多 有很多都跌4.4% 不過不能夠一一進六 大家都可以用一條上升軌來判斷 或者近期過去一兩個月 如果跌穿了 那些走要減遲 如果在高位 現在開始回落那些 你就看 分兩轉 如果今天都沒有跌 星期一 不能夠跌上去 走一半 清楚明白了 應該 因為現在整體形勢來看 昨天說過 那些銀行股跌 國際銀行股跌 接著內銀股都跌 很多內銀股都跌 很多內銀股是穿了三月底部的 港股 H股那些 即是說 擔心那些壞賬問題 那壞賬問題 現在就是說 內房股的會不會是還不到錢 那些 那些 那當然有很多澄清 那些 我覺得小股民很簡單 你沒有辦法知道究竟真的還不還到錢 你自己要看風險承擔能力 我認為就是說 小股民很難 很難 好像那些 大媽傻那樣 有holding power 你最厲害的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出入 比它快 因為它買很多 它出入比你慢 那你可以先走了 如果沒有事的作用法 那到時又走了一絕又欠 那沒辦法 只能夠當是交保險費也好 什麼費也好 只能夠是這樣 否則的話 你就拿著有很多東西 它一滾下去 就可能你又被套牢 又被綁住 變成了大閘牌 那好吧 如果高位落的 那走不走 即是現在你還有得賺的話 那你可以分段 就是套一半利 再看一看 那也是一個方法 如果不是有得賺的 現在這樣的形勢先走了 記得留得青山在 哪怕沒有柴燒 好了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